谢国梁笑拍 就是刚刚被警察说你三秒要离开 不离开的话 我也是 对 他要抓我 不让他抓 我抓我没有办法 不然现在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抓我去 台湾现在是变成习近平关的 差不多了 我很生气啊 明明谢国梁签约安新雅 为什么来了是许晓星 我们也要表达出 并不是在这里 市场的人都是他们的知识者 这里很多人只是走来走去而已 他就找一个人最多的地方 就装得很好 上所有都是他的知识者 市场抗议局其实那一天就是 10点开始 但是其实10点之前就只有一个人 他是不满的群众 他要举牌抗议 然后我本来以为 我刚刚在影片中 我以为他是霸梁团体 后来是霸梁团体说他们不会派人去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般的抗议群众 他就举了一个牌 但是他来举牌之后没多久 警方就赶到对面去 所以这边是有一个路口 他就到对面来 他到对面来 他对面刚好是一个警察局 所以他就是站在警察局上面 就是一直举着牌 然后在那边隔着一条路口抗议 那他抗议没多久 有两个阿嬷就过去陪他了 那两个阿嬷 我跟你讲 那两个阿嬷其实真的没做什么事 那两个阿嬷就过来 然后就在那边睡睡念 然后睡念 因为旁边菜市场他买菜 就睡睡念 睡睡念 然后警察就去凶他 然后我刚好在旁边我就拍 那警察就凶他 他就说 那个你三秒 限你三秒钟离开 不离开就到 我就把你怎么样 然后就要让他过马路 然后后来阿嬷有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说 我家就住在什么什么路上 然后我查一下 就在 我跟你讲 他家就住在 这个地方的后面这个巷子里面 多紧 他就住在后面巷子里面 就警方还敢赶到对面去 让他离家越来越远 他只是要回家而已 都被打住了 对 然后他只是买完菜 然后路过这边 然后看到谢国良 这边一群人 然后在睡睡念 然后警方还不让他回家 然后赶到对面去 就是赶到全部结束才让他回家 他们不是要行人友善吗 怎么会行人友善 对 因为阿嬷有跟我讲 他住哪里 他什么义什么路上的 所以其实阿嬷就是很气 他本来没有那么气 本来没有气 他被赶到对面 他才会越讲话越大声 因为他觉得说我就住这边 我就回不了家 我就下楼 我就下来 看到我不喜欢的我讲个两句 这样子也不行 然后所以就是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大概讲了 宣讲总共 宣讲了半个多少时 然后半个多少时 就是路人来来去 就是有很多人会跟我讲 我有签 我有签 我说小声点 你不要被抓了 然后最后他们大概花了15分钟 就是扫他们的市场 15分钟 因为大概就100公尺 因为转角他们就上车 你如果假设要拜票 议员拜票 去一个市场 我陈你跳跳去这个市场 15分钟说收工 不会太短了吗 一个就是做交代 一个就是没有人要理他们 就很串的一些 怎么扫完了走出来 因为完全没有人要上去 因为过去 他进去市场只有记者跟 然后群众就没有跟 群众就在原地找巧欣 巧欣没有跟去扫 巧欣在原地跟他的支持者拍照 所以巧欣就站在原地 然后那个钟晓平就是 直接就走掉了 钟晓平就来跟你哈啦 哈啦哈啦哈就做成功了 对 就走掉了 所以其实就几个 就是赵少康要带几个扫间 然后前面就是记者 然后这样走过去 那他们走到前面 大概走了100公尺 然后转个角 然后就上车 然后我就回 然后我就要走回来的路上 就很多谈反跟我 都也跟我讲说 好讨厌他 我有钱 我有钱 他讲说这边是 他就说这个地方是信义市场 他说这个区域是他的同温层 所以他只敢办在这边 那我想说他的同温层也只有 这么多人的话 那看起来也没有很温暖 对 就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希望就是战斗篮 国民党 就最好每周 要多去 多去 你知道为什么人 那么少少的富云起 希望下个礼拜富云起也去好不好 就是仇恨拉高好不好 找你们仇恨值高的尽量去 这样升高霸免的选期 我觉得才会那个 才会激高投票率好不好 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蛮不可思议的是怎么一回事 早上有很多在地人 可能要去买菜什么 他们在宣讲的地点又挑在 信义市场旁边一个楼口 就是一个冬菜 拿下的阿桑就来了 来的时候他就他有他 他特别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大家看的是会有感觉的 他说是怎样都叫那些外地的 徐晓信是基隆人吗 不是啊 王宏威是基隆人吗 也不是啊 找一些不了解基隆的名义代表 来这边乱讲话 这是代表基隆人吗 所以他讲说 我 我们看他头发也有一些花白 这个太太说他在基隆住了 六七十年是怎样我没人说话 然后他接着讲说 谢国梁 去乎市大 去乎在地 这个是这些老人家 为什么 我老花啊 我年会过了 就没人想想咕咕咕了 想超过啊 他有这样表达 那他其实蛮勇敢的 他从对接有一路到那一个 比较接近宣讲的路口 这样不得了了 警察好凶喔 警察就来跟他讲说 谢你要离开 旁边那个警察同仁 数一二三 不然你他没过去对接 你要对他进行什么 保护管制 可以这样喔 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老婆桑 他是一台买菜的车 菜拿车 对 他走过这边是要买菜 那是信义市场 市场嘛 那就是一个菜市场 那你自然流动的人流很多 他不一定是去听演讲的 这个走过后 他就当然 他不送他就都要洗洗碗 洗洗碗是人民的注意 我看你不送我都在那洗洗碗 那不行喔 然后结果呢 这个警察就受不了 硬要把这一 这一位老婆桑 刮照 要把老婆桑 刮照 最后的方法就是好 要叫他讲嘛 说啊 姐啊 你冷静 你冷静 不然 我保护你 保护你 你去买菜 保护你怎么 不是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 我以为嗆声那个是谢国良的人 我以为是那个什么 反罢免的人 在那边呛说 你如果要过三秒钟没过 就要跟你怎么怎么 本来以为是一般的民众 表达意见 不是喔 结果不是喔 结果是基隆二分局的分局长 分局长 他说 我现在用什么指挥官的身份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三秒钟不过这个马路的话 我们就要把你什么 保护 保护管束 我是听他原文 他说保护管制 我就google 没有保护管制这几个字 有保护管束这几个字 保护管束 那是警察用语 实际上你看到的画面就是什么 把你摸起来 带上警车 有这不行 你如果很激动的时候 他会把你带走 把你带走去旁边 把你坐桌子 把你整棍给你围 第二种警车来给你载走 怕你受伤 所以我们先保护你 你先坐车 那是一个老板 他手头也没不起 你认识一个人 他要打人头一个人都没效 他再叫他打了老板 三秒钟要过马路 我跟你说 我们正常的人 过马路一秒钟是1.2公尺 老板差不多0.8公尺 那个路口差不多十几公尺 走过去 甚至要二十秒左右 他叫他三秒钟要走过去 这很不得理 他就叫老板 你敢这样讲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讲 我好怕 因为我很怕下一个就是我了 他们来问我就讲说 我来赚流量不要骂我 对 赚流量 他说我这次来赚流量 我现场看大概五六十人 没有 我没有讲的 我现场不要讲的 我不敢讲 你知道吗 我好怕下一个 所以我就讲 我来赚流量的不要骂我 因为他的标的物太明显了 因为他站在入口 如果我们平常小知小知 可以伪装 他高强 很大你知道吗 对 然后结果这个 这个警察 我是觉得警察太紧张了 因为其实现场的 这个群众真的不多 就是除了那几个 大概十个人演讲 其实现场的人根本就不多 不太容易起冲突 所以他对这个欧巴桑 这样子做 其实基隆人看起来 应该也很不错 说你这样去 有这四大人 他手头也没武器 他一台车里面又扛 因为说有买一台 从某一台车上去担 他都没有 他扛的代表什么意思 他走在对面 走过来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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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那个菜篮车 我感觉真的是没东西的 他如果过 其实他如果过要进去 正要采买而已 他不是说买了 走过去 不算又走回来 不是 他是走要走过来 这个警察我觉得他的职情 有点过大